好,来,在这一边呢,我这一个是完整的一圈 所以加起来是360度 然后这个是90度 所以我就有那个2m加90加80加72等于360度 我直接把这个加起来再翻过去 它会比较容易写 所以这个是90加80加72 我拿到的是242 OK,然后等于360度 所以我的2m会是等于那个360度减242度 然后我拿到的是118度 OK,然后所以我的m等于118度除以2 我拿到的是59度 OK,好,来,这个是第一题 OK,第二十二题 好,接着这个是加起来180度 OK,它是直线 所以我的x加45度加55度再加40度会是等于180度 OK,这个加起来是180度 有没有,100度 所以x加140度等于180度 所以我的x等于180度 所以x等于40度 所以答案是x等于40度 会是等于18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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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拿到的 然后我拿到的是95度 所以我要找x加y的时候才会是40加95度 然后我拿到的是135度 所以答案是135度 然后在这一边呢 这个是我第一个方法 我说它有两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怎样的 85度是这一个 对面这一个也是85度 然后我完整的一圈加起来是360度 OK,所以我的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说我有两个85度再加x再加y 然后再加55度 会是等于360度 所以我的x加y加两个85 2乘85再加55的话 它是225 225等于360度 所以我的x加y等于360度 减225度 OK,360减 然后我拿到的答案是135度 OK,所以它有两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它快 OK,可是问题是我的x是多少 y是多少它没有找出来 OK,好 然后到了最后一题 这个加起来会是360度 所以我的k加65度 加155度 等于360度 OK,我的65加155 我拿到的会是 65加155 我拿到的是220 所以k加220度 等于360度 所以我的k等于360度 减220度 我拿到的是140度 所以它答案是140度 135 然后刚刚的那个是59 这个是59 对,59 对,2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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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